望海還需要望山? 讀者何太幾年前就由山景戶換了一個海景戶 不過他就說 為何我現在對著大海好像比以前向山更壞 師傅收到命令,立刻叫採訪隊出發 因為他發現很多人都以為有山有水 一定是好的,這個是謬誤 單位的外圍,我們見到有水和有土 傳統上水為財,土為田園之土 十分理想,但我們要明白 原來水和土都要講適當的位置 才能夠發揮到它的優點 單位外面的水土正正就是西南位 原來西南是屬於疑黑,在白雲來說屬於濕的土 是一些我們屬於叫做不好的位置 濕土會影響到我們的腸胃系統 包括皮膚各方面都有壞的影響 雖然有風水師認為 看到南蛙島三支香沒甚麼影響 不過帕師傅就很反對 他說三支香向來都是代表不吉利 更加會催旺病魔 不過師傅就建議 兩家房的窗邊放些金屬物品 例如金屬中用金屬去土的氣 而客廳的窗邊放一棵發財樹 就可以等著三支香的煞氣了 傳統來說我們看到飯桌應該近廚房 但護主客廳和飯廳剛剛反了方向擺設 換句話來說 男女主人的身份就調轉了 所謂男當女職女當男職 模型中 往往在做事情或者工作上的決定 都會比較容易出錯 男學太太不用擔心 師傅教過你九招合家和務 看完加州刊 快點揭來看看吧